可以互相小小安慰一下 是每一球每一分 這個真的是 其實他運動比較難會發生這麼頻繁 而且持續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 我有這一個 飛成魚躍鋪球 這有的精彩 這一球已經裁判判落地 總共16隊 其實河美高中 以排球來說 算是他們學校的一個強項 排球女中 在這三局兩勝制的第一局 現在取得了兩位數 高調 打一個背長 二號位置 手很突出 好 調到四號位置 打一個直線 射球滿有學整的 對 總共真的是火力全開 嗯 橘默點浮現 這十一個橘默點的機會 最後呢 在第一局 台中女中是25比13 四號位置殺斜線球 也被擋下來 這邊呢 哇 四號位殺直線得手 四比蛋 十一比三了 哇 這個揭發球直接把槍子接給對手 好 修正球有機會打嗎 還不錯 後排 哇 非常精采漂亮 而且十二號的王柏基 也是靠著他的身高優勢 差非常的一個大 而且他輪到台中女中的發球 不錯喔 還做一個假動作 一個人籃王籃過來 這個應該 真的超神勇的 好 總勝拿下來了 好 總勝拿下來了 好 情況會非常的膠著 現在雙方是3比2 和美高中是1分的領先 出動雙人籃王 打這個球擋回來 以前根本就沒有自由球員制度 這麼矮個的球員根本沒有機會發揮 是 排球就是感覺上 對過去來說就是一個身高優勢為主的一項運動 這一球還是交給重炮手 十七號的黃毅玲 其實要追也是非常的有機會的 必須要有一個好的揭發球 修正球還是打 而且現在又輪到了台中女中的發球 非常有可能就可以靠著一顆發球 就直接奠定這場比賽的勝負 嗯 隊長將金方的發球 哇 千萬這一球 順利拿下了賽末點 15比9 所以這場比賽啊 台中女中是以25比13 12比25以及15比9 2比1 打敗了彰化線的和美高中